篮球给了我很多的经历 有时候回想起来 确实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 夏如是一个热情有自信 对自己想要做的事一往无前的人 九岁的时候接触篮球以后就爱上了他 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上海队 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想要打赢每一场比赛 夏如当然喜欢 当然喜欢他 小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疯狂吧 感觉自己喜欢就去做而已 一有空就在这弄堂里 把教练再教我的东西 重新再练一点 篮球是激烈的 瑜伽是安静的 比赛之前我会想一想 今天我的对手是谁 他的弱点在哪里 我的强项在哪里 我可以一下子很热情 一下子很安静 刚进队的时候自己并不是主力队员 在边上就做冷摆的 我觉得自己我一定要努力 我一定要打到主力队员 这些奖牌都是我一路走来的成绩吧 这块应该是我篮球生涯中最重的一块 全国运动会拿了第三名 那也是上海米兰最好的一个名字 那时候感到非常地骄傲 但是十年过去以后 我觉得失去了很多 比如说读书的机会 而且还牺牲了很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伤的是膝盖的最里面的一个组织吧 不能跳得很高 也没爆发力的这套腿 每次训练之前都很害怕 蹲都没办法蹲 医生说你的脚已经是六十岁人的膝盖了 不能做得最好情愿不做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下来 觉得手又痒了 又想再回到球场 加油 加油 这么爱 这么定了 再来 好的 对了 算是遗憾吧 我就想把我的学生带到一个全国冠军 我在上海队的时候 最好的成绩只拿了第三名 我一直想拿这个冠军 今年拿到了 经过这个三四年的努力我拿到了 刚来这里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好的场地 篮板都是乱七八糟的 领导上也不是特别支持 但是这帮学生每天 读完书还来训练 在这寒风中 在这烈日下 他们的精神也感动了我 在篮球场上他很严厉 在训练场上就是严格了一点 严格就有成绩 他也比较抓我们学习 长得很漂亮 他就像我们一个朋友一样 是一个很美丽的老师 是他带领我们走进这个篮球的世界 就是碰到困难超越困难 坚持做下去 然后获到胜利的时候 这种满足感 拿了球以后就热血沸腾 觉得无拘无束 好像飞那样 有和篮球谈恋爱的感觉 有失败 有再去找回来 有再去努力 再去和他一起一天天过吧 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想我和篮球一直会白头到老 40岁的我还是会在篮球场做教练 50岁我还会打篮球 如果我跑不动的话 我会在篮球场上教学生打篮球的 60岁我想我可能已经跑不动了 但是我还站得动 我可以在篮球场上 我还可以说教他们打篮球的那些技术 让他们喜欢篮球 70岁我想我还是站得动 经验还要多一点 可以更好地教我的学生 因为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 所以喜欢篮球也没有理由